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同仁賴主委 劉副主委 各位列席的政府官員 主席是麻煩請賴主委 是不是有得辯也請劉副主委一起 謝謝 主委 你的報告裡面 馬上就寫到不在即投票 我想也很好奇請主委 或者請劉副主委在補中說明 請問你們沒有估算過推估過 如果台灣推動不在即投票 它可以增加投票率大概多少 確實的數目 我這裡沒有 不曉得 劉副主委您從過去學術上的研究 有沒有做過推估 關於投票率 我們並沒有推估 但是不在即投票在過去的 研究案裡面應該是內政部主導的 其實因為 不在即投票的方式可以很多 這樣的制度 它建立是要包含哪些項目 包括說 事先投票 代理投票 或者是通訊投票 這些不同的方式 可能會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關於這個數字 我們還要看那個選民的選擇 是 那主委 本席 因為我發現你很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你把它寫在第一個項目當中 那本席是希望就是說 主委我們中選會 要趕快 而且我希望就是說 因為您跟劉副主委 你們過去都沒有在政府部門擔任過 那 人家說新冠上任三把火 我覺得中選會不必是三把火 但是呢可以 不要受到行政的激判 我很擔心您跟劉副主委 受到行政的激判 而忽略了或者是 慢了整個選務 選務事項的一個改革 所以本席是不是能夠請主委就說 可不可以在半年或一年之內 提出不在籍投票的法案 來供立法院來審查 吳委員 我剛剛也報告過 我十幾年前就開始 參與研究這個不在籍投票 那當然也發現很多問題 當時各政黨的立場不一樣 有不贊成 所以這就擺下來了 那現在好像民主的發展 這個不在籍投票 好像勢在必行 那我們也已經有初步的一些 研究有初步的一些方案出來 但是我們還要跟內政部 就是主要要提出是要內政部 所以我把它列為很重要的項目 是因為重視這個問題 是 因為人民的參政權是不能被剝奪的 沒有錯 我覺得延宕了十幾年 不在籍投票應該趕快把它解決 是的 儘管內政部是主要的業務部門 但是我覺得中選會的立場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因為你們比較操然 比較獨立 所以如果連你們提出來都可以推動的話 代表這國家需要推動這樣的制度 那第二個我想 最近我們在討論就是政黨內部的選舉 那政黨內部的選舉 適不適合放到選霸法裡面來規範 不曉得 諸委你個人的看法怎麼樣 如果要真正的達到徹底的進化選風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選霸法已經把政黨的初選 已經拿進去了 如果能夠各方面的 妥事的研究認為可以的話 那基本上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 剛剛吳委員的意見 可以考慮 那劉主委我想進一步請教 請劉主委 因為你學者說 有人乾脆說一不做二不休啦 乾脆推動那個公辦初選 政黨的內部的初選 由公家來辦 你覺得 因為如果這個概念成真的話 那必然會增加 中選會很多 跟地方選會有很多的負擔 您個人覺得 從理想跟憲人之間 這個東西可不可行 我覺得目前在台灣的環境底下 來辦這個 其實是不太適當的 不太適當 那剛剛你在前面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說 牽涉到那個憲法層次 人民的權利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可以定到那個法律裡面去 但是呢 我們也要永遠記得就是說 政黨只是人民團體的一種 它一定要保留有相當大的 那個自主的活動的空間 所以在有些項目上 是不應該定到法律裡面去做這個 在通 就是說 以律的這個 天免以律的這種規定 讓政黨自己有這個 自己決定的這種空間 是 那代書委 我們的選舉減併 我看你們裡面也有些規劃 而且現在有三合一的選舉 那本席上次在整個提名審查的時候 我請教您跟劉副主委 我不曉得就是選舉的整併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盡早定案 我所指的盡早定案是指 地方的選舉歸類 中央的選舉歸類 或者總統跟立委的選舉 要不要做合併的話 不要像 賴主委 我想您應該記得 民進黨執政這一次的 原來立委跟總統是要合併 後來又說不合併 是一直拖到民國96年底才定案 差不多嘛 選舉前幾個月才定案 說立委跟總統不合併了 張正雄主委說這個違反憲法 這個涉及到總統的權責 總統提早太早選的話 造成憲法的空窗期 那未來的這個部分 到底立法委員跟總統 在2012年要不要合併選舉 可不可以早一點定案 要或不要 這一點您的看法怎麼樣 呃 中選會的立場是希望早一點 早一點決定 早一點決定 我們還有比較充裕的準備工作 沒有錯 那剛剛這個吳委員所指教就是說 到底這個所謂的空窗期 是有多大影響 這個我們只是提出來說 有人說這個選書總統跟就任之 這期間有四個月 會不會引起這個政局的不安 或者社會的不安定 如果這點考慮 這不是我們做決定 這點考慮認為說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照辦 那主委 我現在請教你 你可以直接回答 沒關係 你個人的意見是請向贊成還是反對 你個人 我個人意見是請向贊同 請向贊成 那劉副主委呢 您個人 因為你從學術上來 我想你一定經過 做過很多周圓的一個思考 你個人的看法 我也贊成就是合併舉行 合併舉行 對 因為我看到預算表上面 你看這一次 97年1月12號的立委選舉 跟97年3月22號總統選舉 一次十億是十億億 加起來花了二十幾億 那其實如果他合併的話 剛好可以節省一半以上的經費 所以從國家資源來講的話 如果沒有大的爭議的話 本席是建立積極的請中選會 這個劉副主委跟賴主委 趕快去推動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時候來推動 應該爭議會比較少一點 或者累積社會的一個共識 好 那劉副主委你請回 是 賴主委 報告 吳委員 是 剛剛這個劉副主委答應說 這個留給政黨支持空間 這個跟我的意見是沒有 沒有衝突的 是 我的主張是說 如果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講說 從進化選風的立場來講 你不能 這個政黨 哪怕你是政黨 你是公開在辦選舉的 你不能說 這個會選 而不納入我們這個 處罰的範圍 我講的是這一部分 如果 這個 你這個 把這個 我們 刑事處罰 擴急到時候 你會選 會選本來就不應該 會選 不管你是 初選也好 或者是政黨內部的選舉也好 我們如果有加以規範的話 會對選風有幫助 這點是跟他的自治是沒有關係 我不相信說自治是建立在一個非法的基礎上 所以 另外我想請教你 原來是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委員 那你現在還是嗎 我已經辭職 已經辭職了 這兩個 你現在這個位子跟公投審議委員會 你認為有衝突嗎 沒有衝突 但是不適合 不適合 所以你把它辭掉了就對了 是 我想 因為公投的東西 現在爭議很多 所以我想 如果你把它辭掉的話 應該是比較單純化 避免很多外界或者政治性的一些爭議 那因應整個明年運俠市 我看好幾個台南縣市要合併 高雄縣市要合併 台中縣市要合併 那他們地方選委會好像在新的年度規劃當中 我看你們沒有因應來調整 有些組織編織跟人力的運用當中 還是按照原來的規劃各搞各的 這個好像不太符合政府的行政效率 這個 委員指教的非常對 是 那我看到我也很吶喊 你為什麼還在 對 舊的這個 原來的舊的體制上練那個預算 那個根本不切實際 不切實際 那我是聽我們的這個主辦單位 認為說是 國民這個行政院已經在規劃 已經在規劃 所以我們這個已經規劃完成 尤其是這個儲物規程什麼 那個什麼編制表 出來以後我們是會配合 你們現在的組織編制表 是你們自己規劃還是行政院在幫你們規劃 應該還是你們自己吧 因為組織編員通過了四個多五個月了 我們有規劃但是 對 叫行政院合 合定 那目前你們的組織編制表 是不是報行政院合定了還是還沒有 已經報 已經報了 就等行政院來合定就可以 就可以確認吧 那像地方選委會 我就發現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這個當然不是要責難主委 就是說 他地方好幾個縣市選委會 我看新竹縣高雄市的等等 基隆市 他地方選委會 他沒有公務車 可是他邊駕駛 那這怎麼辦 這個報告 報告我這個務委 事實上這個講起來 我也覺得非常的難過 難過什麼呢 14年車零的車子 是 我不曉得為什麼沒有登記這個財產 因為我沒當公務員 我不知道沒有登記在財產上 還是在用 還是在用 因為沒有車子 只好14年勉強可以用還是在用 如果 有是比沒有好 既然在用的話 就要有司機 要有料會 這個請 是 我最後提醒主委 就是說如果這些過去 一些傳統以來的問題 能夠解決還是趕快把它解決掉 因為我 我們現在每年來看預算表 看立法院的預算中心的意見 很多政府的部會 永遠都老問題 永遠都不解決 立法院永遠拿出來指責他 那我覺得這個不符合一個行動內閣 或者政府的體制 當然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我們非常尊重 可是正因為他是獨立機關 所以我覺得 該解決的問題 就應該要盡速把它解決 所以這個部分 能不能請主委 多費一點心 好不好 我跟這個委員有同感 我看來有 我說這就是老問題 老問題 都是老問題 好像提起來也沒有什麼新意 沒有錯 但是我剛剛也報告過 我是 今天是救人第四天 所以我想我以後會改善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